现在就离开这里了 拜拜 这个分针帮我拿行李出去的 拜拜 拜拜 走了 我现在要去拿我的核酸检测报告 然后再直接坐车去隔壁的小镇 坐明晨六点的大巴 去伊拉克了 拿到报告单了 来个题 阴性 好了 我的核酸检测 他给了我一份土耳其语 一份英语 两份全部都是阴性 现在就要坐半个小时 去那个库加泰巴 就是附近的比较大的镇子 只有那儿才有去伊拉克的大巴车 现在是在等公交车 看 我在一个这样的公交车站 去小镇的车来了 这个车最晚呢是晚上十点钟的 好多人在这儿估计呦站着没位置了 我感觉不往前挤挤啊 我根本都坐不上这个车 终于起上了这个公交车 然后我刚刚要买车票 没有零钱 六块五 我只有二十的 然后就旁边几个小哥 就是陈说帮我交这个车票 我心里可以懒动了 然后给他钱 给他的都不要 看到没有 这车上都是满着的 所以只能握着这个东西 然后背着我的包包 土耳其人是真的挺热情的 而且是那种比较淳朴 比较单纯没有目的性的热情 好啦我已经下了公交车了 坐了差不多四十分钟吧 到了公交总站 现在呢是晚上的十点钟 然后踢伊拉克的车 不是明天早上 早上几点 早上六点吗 所以我现在得提前 去把这个票给定了 不然 等会儿明天坐不上怎么办 那我只能去 叙利亚的一些边境小城去玩玩了 但是还是希望能找到吧 找找 这下有点尴尬了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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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会儿 办会儿办会儿 这边 对 谢谢 啊 正着我在这儿一筹莫展的时候 看旁边是清真寺 这里是广场 然后旁边全是小孩子在玩 我就有点懵了 我就有点懵了 我说这怎么可能是一个公交总站呢 原来啊 下车早了 走吧走吧 白腕为什么这么开心 还不是那个 马路上那个放的音乐都是这首歌 整的我现在有点上头 我有点洗脑 就脑子里全是那种 看着我很开心吧 我在哪儿 我这个地方呀 离叙利亚 不到30公里 总共就这里离叙利亚只有25公里 离伊拉克也挺近的 这里是完全完全的一个边境的城市 这里这个城市比马尔丁还要复杂 那边有六七个小朋友在跟我say hello 他们say hi的手机没停过 不管怎么说 这里肯定就是大巴总站了 有大巴车的地方 它肯定有售票厅 有售票厅的地方 那我就肯定可以坐着躺到明天早上 哈喽 office take its office 谢谢克兰 克兰就是这里了 我找到了呀 这个肯定就是take its office 但是这里会有去伊拉克的吗 不管了 这个长得客气一点 算了 进去吧 不要那么矫情 肯定是找最大个的呀 大个的肯定便宜呀 那种小没小户的 万一跪怎么办 啊 终究还是高估了他们呀 这里只是一个小卖部喝茶的地方 算了算了 老老实实的去这种 专门的卖票的店吧 hello here take its office 听不懂英文 听不懂英文 wait to mom translation 在哪里可以买去伊拉克的车票 Burdan D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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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这里是可以买的 毕竟我早就查过资料了 需要提前订票吗 需要提前订票吗 yes well 那我在哪里可以提前订票 我早上五点直接在车上买票吗 他问我会去哪里待到五点 我不知道他这里的车能去伊拉克哪里 Cin Cin 晴晰 Kiqbox Kon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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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去哪里呢 去 多久 150 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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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我明白 超把我着急的 现在是十点车是五点钟来 然后我刚刚在这个售票 的卖票的这 他说我就问他嘛我说我能不能在外面等到五点然后等车来 他说你是一个女生你在这等有危险 万一你手机要是没电了怎么办 他就让我坐在里面然后在这充个电 把电充多一点再说 看 我就已经坐在这先给我的充电宝 然后还有我的手机充上电 就在这边充电边 显示屏吧 我的天哪 霍原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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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like? 霍原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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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 caliber 霍原甲 霍原甲 YouTube 我霍原甲 霍原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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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怎么听得听得 怎么这么 每句台词我都能听得到 现在十二点了 我在这个售票大厅 坐着充了两个小时的店 没想到呀 这个老板他是库尔德人 然后还问我 你认为 库尔德人热情吗 现在他要带我去售票大厅 去买去伊拉克的票 我现在到了这个售票大厅了 然后票买好了 是270里了 他说我可以坐在这里面 然后等到车来 如果觉得不安全 就把门给关起来 这就是我在住了三天的那个石头城 就是这个样子 他问我去了伊拉克之后 是不是要去西利亚 去完西利亚之后 是不是要去阿富汗 笑死我了 这是我的票 哈啰 我去我的家 你知道吗 你坐在这里 是的 你有安全的安全 安全的安全 没关系 好的 在库尔德人热 明天是5.30 你去到阿富汗 好的 没关系 你会有电视机 没关系 好的 好的 你知道吗 對,我明白了,謝謝 沒有問題,我沒有看電腦 你明白嗎? 對,我明白了,謝謝 我可以去家裡,在美國的晚上 對嗎?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閉上門? 好 我來,我來電腦 好 請你坐吧 好,謝謝 他這樣說的話,我就可以在這裡躺著睡覺了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插發 超大的 我可以躺著睡了 好了,他們都走了 我這個趁睡之女 這整個全是我一個人的了 關鍵的是 他還給我連上了WiFi 也就是說,我可以在這裡刷視頻 剪視頻 甚至我還可以在這裡看電影 算了,我還睡一覺吧 真好 現在是五點鐘了 他們睡覺醒來開門了 差不多 大巴也來了 昨天晚上我就是靠在這個上面 躺著我的枕頭 就我的瓜睡的 大哥剛剛給我叫醒了,說我車來了 我可以睡覺 好嗎? 我可以睡覺 我睡覺 你睡覺 你睡覺